中国大陆的防疫政策逐渐松绑 但是各地开始出现了抢药潮 连在台湾有不少的民众 到药局购买普拿藤 退烧药等等药品 想要寄到中国去给当地的亲友 而指挥中心也证实了 目前国内的普拿藤的确有缺货的状况 指挥官王毕社也提醒大家 市面上还有很多跟普拿藤一样 还有以锡安分的成分的退烧药厂牌可以购买 呼吁大家不要大量买药寄到国外去 普拿藤没货 没有了 都卖广告 跑了几间药局想买普拿藤 却得到一样的答案 工货不大问题 常常有货没货 不是架上所剩无几 就是大缺货什么时候能预购买到 药局也无法保证 上礼拜来的货其实都卖完 在叫目前货是都还没有到 这边的亲友可能也会希望 可以帮忙寄一些成药的部分过去 它的供应还是没有办法跟上来 所以缺货的状况也是相对有比较明显 其中一个原因 意思就是跟中国出现抢药草有关 对此指挥中心证实 的确有发现有人在大量收购普拿藤 要场方面则反应 主要是全球供货吃紧 现在还要是要看它的量 才能决定要做什么 我们还有很多替代的这个药品可以买 以国内目前含有以锡安分 可以止痛退烧成分的药品统计 库存量大约还有五千四百万克 如果用一百零八年 也就是疫情前的月平均用量估算 还有二点七个月的健保用量 但又是质疑 这其实没有把民众当药局 自行购买的量一起估进去 根本不符合现实 健保署随便都有一百一十年的数据 为什么要点一百零八 是不是一百一十年的数据 可能用量不到一个月 如果这样买下去 我们当然也有听到原物料厂 说以锡安分的原料有一点短缺 有可能会在一两个礼拜之后 会有一些不足 就怕抢购床延烧 既普拿藤后也会让其他 含以锡安分成分的学民药 也跟着短缺 如何做好盘点跟因应 也是当务之急 既久停不后雨 退步走